在如今的生活中,二手交易屡见不鲜 近日,一家二手闲之商品店因为它的独特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11月12号,记者来到了位于四川成都金牛区司马桥街道 红花社区的闲品再生二手商店一探究竟 记者在现场看到,店门前摆放有很多代售的物品,标价最高为50元 走进这家二手商店,不大的房间里,有衣服、书籍、电器、乐器等各类商品 看上去与普通二手店没什么不同 负责人陈天亮告诉记者,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店内出售的都是垃圾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垃圾,我们定位的垃圾叫第五类垃圾 第五类垃圾是鞋子在家头中的各种鞋子物品 其实对不需要的人来说它是垃圾,但对需要的人来说它是宝贝 第一个月我们大概买了8000块的东西,然后总内买了10倍到500元 平均的价格是10块到20元 陈天亮介绍,在开店前,他是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老板 他们在市内各小区投放了很多再生资源回收垃圾箱 而这些垃圾箱每个月都会回收100多吨的废弃物资 物资大多都是八九成新,还有较大的利用价值 于是,2019年9月30号,在红花社区的支持下 这家社区与社会企业共建的二手商店开业了 陈天亮告诉记者,开业之初,店内的大部分商品几乎都是在垃圾箱中逃来的 陈天亮表示,这家店实际上是借鉴了国外中古店的经营模式 与传统先上线下销售的二手商店不同 该店出售的物品更加日常,价格低廉 同时,由于在门店销售,物品也更有安全保障 在二手店的经营逐步走上正轨后 陈天亮也适时推出了闲置物品技术服务 技术物品的定价由店主与物主共同商定 技术的商品上,会贴有绿色标签与闲置物品区分 陈天亮表示,店内目前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 未来将会做出相应的改善 同时也会根据周边的居民的要求,推出更多的服务 其实我们开的店就赋产一个活力的消费理念 一个活力的消费理念,包括也接受二手商品文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自然者 投入世界新闻网客户端 重新闻网站 永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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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网站